要好必的身材 沒有瑕疵才能夠穿這個絲襪 去拍攝這個沒有瑕疵的屯褲 我覺得這條文是很愛國的感覺 我最初一看的時候 就覺得是不是外國人 嗯 沒錯 沒錯 他整個體態真的很像外國人 因為他本身是一個舞蹈熱愛者 所以他練到身材比較實淨 實淨和鮮條很出色 而且背景可能影響到你 就覺得好像外國景色一樣 因為他自己本身 這個是他家 他擺設各樣東西都很喜歡外國的感覺 他家裡也很大 從梯妖上去找書架 是啊 沒錯 其實剛才正如所說 Chris 通常攝影的技術 是光與影 是完全沒有撿照的 如果朋友的屁股有橙皮紋 又或者有少許瑕疵 都不能夠放大 在這裏 都看完了 是啊 所以 要好必的身材 沒有瑕疵才能夠穿這個絲襪 去拍這個沒有瑕疵的臀部 沒錯 我們還有幾個臀部可以看的 我覺得性感很健康的感覺 是不會有人覺得很… 不是淫那種色情的感覺 是怎樣可以拍到這種感覺 是怎樣跟無敵兒溝通的呢 首先你要跟無敵兒談 我們要先了解無敵兒 即是他本身是舞蹈熱愛者 是 所以他在動作方面 要他做少許 譬如這些動作扭多一點 腳屈多一點 去產生 那步不步露呢 就適當地步露某些位置之後 用光線去勾挖一個輪廓 是 即是如果你有些光線 打一打到板板聲 塗眼等等 其實那個風格不行的 所以你看到我們的光線 是這樣來 去到他的頸 胸口的位置 只看到輪廓 是 哈哈 光和暗要配合得很好 所以出來的感覺 就會是藝術一點 這個是你用天然光 幻律師都會有配合你本身的 你喜歡的光語形 這個是天然光 是 再配合少許感覺的 很輕微的光 是 去營造一個輪廓出來 嗯 他現在好像酒店一樣 是啊 其實在床上很隨意 在床上 去攤口一下 但其實他都會用很多的肌肉 去拍照 是啊 這個是叫他的腳屈多一點 是 變成線條在S那邊 做多一手腳 是 這個又是 是有自然光的這個窗 我們運用了這個光之後 後面其實這個真是很少很少的光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想這個線條出 就這裡必須暗 嗯 如果不是光光就沒有了輪廓 其實你還可以欣賞到Chris的作品 你追蹤他的IG Instagram Thing Studio 找到Chris Chan 我經常都介紹他的照片 就是他拍到那些食物 你好像這一刻很想吃的 哈哈哈哈 很吸引 是啊 很吸引 還有很多作品 收起來收起來 還未剪出來的 等下一次 再有 你看完這一次 欣賞到了 一分鐘你都可以拍一張臀部相 然後再剪你的照片 哈哈 好 好 謝謝Chris 拜拜 謝謝Polly 拜拜 拜拜